日本知名拉麵品牌 一蘭在福岡發跡 特色之一就是使用新鮮製作的生麵 擄獲無數掏客的心 陸續在中港台拓展海外事業版圖 近日到泰國開設快閃店 更引爆熱潮 卻沒想到點燃一場麵條風波 無數消費者網紅把一蘭泰國快閃店 擠得水泄不通 但很快就有人發現 怎麼吃起來怪怪的 完全不新鮮彈嫩 最終驚訝揪出一蘭店內使用的麵條 是和泡麵一樣的乾燥拉麵 而非新鮮拉麵 對此一蘭發表聲明公開致歉 坦承因為在泰國快閃店 推出的是半成品套餐促銷活動 因此麵條是使用一蘭盒裝泡麵裡的乾拉麵 但一蘭也保證湯頭是從日本進口 叉燒等配料則是由店內廚師 親自烹調把關 每個料理細節都有人把控 確保風味符合標準 不過對於消費者來說 特地上門吃一碗正宗日本拉麵 碗裡的竟是最簡便的泡麵 與心理期待落差太大 恐怕真的是始料未及 小營新聞也會這麼多